同学梦见已孤奶奶 师父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 梦见已孤奶奶 光着身子躺在床上 说她自己不行了 让我和你 让这个同学和女儿 自己去找庙香 她奶奶呢 全身受得没有一点露 这个庙香呢 平时在家里 也是佛堂的 但是她是一直供 有些婚的也供 住的也供 师父开市 她奶奶是怎么走家了 对的 走家之后 他们供给奶奶的东西 有婚有数是吧 没有 就是她梦见 她已住的奶奶 光着身子躺在身上 全身受得没有一点露 就是她奶奶跟她说 跟这个说梦的同学说 叫她去找庙香 这个庙香生活当中呢 是家里供活财的 就是 也供婚的 也供住的 哦 那就叫她去 在她家刷小房子啊 给奶奶刷小房子 对 那位 师父不好意思 那么为什么要去找庙香呢 庙香跟她缘分生啊 哦 因为这个庙香生活当中 她那个佛台上面 有供葱菜 有供素菜 那没关系啦 只不过再借她那个 借她那个 借她那个佛台 给她烧小房子就可以了 哦 哦 好的 懂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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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